我首先就想先说一点啊 一个人带孩子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真没办法一个人带孩子 我带了一天两天 我真的要崩溃了 我想可以先生试一下 你哪天真的就是有空的时候 你抽一天 不用一天 半天 让你太太出去 把孩子扔给你 你就待半天 你就一下能体会到 她的心酸和艰难了 你是做那个婚礼主持是吧 对 你每天主持那么多的婚礼 你在看到新人两个人 在这个憧憬着婚姻的状态 然后说着这个爱的真言 每天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你感动吗 怎么说呢 时间长了 可能也会稍微的平淡一点 但事实上我一直认为 就是婚礼这块 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告诫两位新人的时候 事实上我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所以对于我自己这段婚姻 其实我并没有觉得会有多严重或怎么样 事实上在她提出要来这里之前的话 我可能 你都没有发现你们的婚姻有任何的问题是吗 对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就说你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事业上 这也足以见得你对这个家的付出 是多么少的可怜 你连你的婚姻出现问题 连你妻子对你长时间的抱怨 你都没有发现 你每天在面对那么多新人 在主持他们婚礼 给他们的婚姻送祝福的时候 你都没有想过自己的妻子吗 想想当时你在婚礼现场的时候 是如何跟你的太太承诺 会给她什么样的家庭 给她什么样的幸福 给她什么样的关怀和爱 你做到了吗 我每一次去同学或者朋友 同事的婚礼 我每一次都会哭 我都会反观自己的婚姻 自己现在有没有做到 当时说的那样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人是要停下脚步反思一下的 而且我觉得 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 给我们大家的感觉 你永远都是有一个东西 包裹着你 然后每一件事情 都能给自己找到借口和理由 她在家里面跟你说话 也是这个样子吗 是的 如果每天你都在家里面 跟妻子是这样式的对话 就是感觉公事公办 你让她怎么能感受到你的爱 和你对她的关怀呢 就算你一直在为这个家付出 你每天就是拿着这样的一种态度 她也感受不到你的爱啊 然后翻回来 女生我想说 虽然说我们能理解你的艰难和辛苦 但是有的时候 你也要想一下 你有没有给丈夫足够的关心 你有没有真的静下心来 站在她的角度上 她在外面拼搏事业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你哪怕可能一句温柔的问候 一个拥抱 一个鼓励 不把太多的抱怨放在嘴上 而且有问题就要及时说 问题就是由计小成多成大的 她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 就证明你平时说的也少 交流的也少 好吧 不能让她去猜你的心思 好 谢谢 我先说一下你们这对夫妻给我的感觉啊 我觉得特别的冷 不仅仅是说这个男人冷 你也冷 所以我特别奇怪 你为什么嫁给他呢 你又为什么娶他呀 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嫁给他 觉得他这个人有责任感吧 对我也比较好 那他变了对吗 对 你为什么娶他 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的好 是一个可以娶回家 作为老婆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而今天你们给我感觉是 你跟你老婆交流的方式 像是跟客户说话 一二三罗列得非常的明朗 你跟你老公说话像同事 客客气气几乎没有太多情绪 这还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感觉 在听听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就更觉得莫名其妙 你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孩子生病了 你说我不能11点下班去看他 我怕我的细菌再传染给他 所以我要早上去看他 那是你家孩子吗 就刹那家的小朋友如果生病 我要看 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晚上是不是不合适 我早上去 那是他的孩子 这是你的孩子 你要等到早上看 这个逻辑我完全没有听明白 这不像是一个父亲的状态 像一朋友 你刚才说句话说 我认为的父亲是父爱如山 我更多想的是 给他未来的规划 给他成长的什么指引 那现在呢 你的女儿两岁 你为他做了什么呢 他长大了需要指引的时候 你这个父亲才出现吗 这又是什么逻辑呢 所以你的生活先生 我觉得你活在自己 事业工作的逻辑里 你的世界和你的逻辑当中 没有家庭 你既然选择了婚姻 成家并且生了孩子 你的角色就不可能 那么清晰地说 我现在只是在从事事业 你的角色就是双重的 又是事业中的男人 又是家庭中的男人 所以既然你已经成家了 请你把你的责任和担当 至少分一半给这个家庭 女士我觉得你应该有要求 她晚上不回来 早上再来看孩子就算了 没有啊 吵过 吵架 吵得没结果呀 对 没有结果 所以你并没有找到一个 和她能够达成一致的方法 你有想过为什么吗 你太爱妥协了 太麻木了 即便是全局太太 也有自己的尊严 权利 你把这些都放在哪了呢 我觉得不仅仅是为了 自己以后人生路的 独立和自强 也是为了你们的宝宝 有一个好妈妈的榜样 一个独立自由女性的榜样 你一定要几两股硬起来 我希望你自强 当然可以理解年轻人创业 还在一个非常攻坚的状态 能理解你们的状态都不容易 但千万不要因为今天的偏差 而耽误了未来家庭的幸福 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和忠告 谢谢 如果离婚 孩子给谁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种 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 现在不就已经走到边缘了 其实你们现在跟离婚的状态 没什么区别 假如离婚孩子跟母亲 你也一样要给抚养费 就如同现在在婚姻存续期间 你扔几个钱在家里是一样的 我说的没错吧 你该工作还是工作 所以其实你们现在离婚没离 没什么区别 一个在家里 从来不跟孩子戏耍的一个父亲 居然大谈什么父爱如山 我很难想象 你在眉头紧锁的时候 我心里面在想些什么 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旁边坐着一个孩子 哪怕不是自己的孩子 非常可爱的在那叫你的时候 你忍不住要去抱抱他 捏捏他的小脸 你怎么会 两岁跟孩子都没有什么互动呢 连孩子的少年青春 你又都不能够陪他 给他真正的细腻的父爱 你还考虑他的长远干什么 那个时候他已经不需要你了 他已经长大了 所以我拜托你 人有七情六欲 你没有必要那么克制 你应该好好地想一想的是 怎么做一个男人 还不要说怎么做一个父亲 刚才颜品红说 你也很冷 的确他是有点冷 但有的时候他会哭泣 他还有正常的情感表现 但是我想为他辩解一句的是 他可能原来不是这样 跟这个人在一起久了 你可不就是这样 你跟他说什么 你也吵不起来 你能拿他怎么样呢 更何况你还得求他过日子 因为你不正确 所以生活是在争取妥协和权衡当中 追求最大化的幸福 而不是一昧的妥协 其实我真的建议你尝试着 跟他分开一段时间 这种分开对你有作用 对你有什么作用呢 你会清晰地感觉到 离开这个男人 你能活得很好 但是这段时间给他 有一个最大的刺激 就在于原来身边一直 有两个人在那待着 我以前都没感觉到 失去能够教会一些人很多 所以我建议你们 可以暂时地分开一段时间 你可以回娘家过上两个月 彼此去感受一下 失去对方的感受 到底是谁 孩子叫你爸爸吗 他叫你爸爸啥感受 感觉很开心 那如果他叫别人爸爸 你啥感受 你不希望他叫别人爸爸吧 那就赶紧履行起自己的侄子 好吗 就这样 从不陪孩子吧 从不 陪他少 从不还是陪他少 陪他少 如果是真的 从不抱自己的孩子 从来不跟他互动 或者说 刻意地去躲避跟他的互动 真是太冷漠了 不是这样的吧 男医生在这里没料注意 你可以去闯你的事业 但是你不能 弄得一点人情味不讲话 一两天的时间是有的吧 给自己提个要求 一个月陪孩子一次 那我知道就是难吗 生活很难吗 你就是面临这些东西吗 你不让他工作了 也不行吧 你知道他要什么吗 你应该知道吧 他要的是你的关心 发自内心的关心 不一定是常识的陪伴 而是高效的陪伴 拿出半个小时来 聊完天之后 互动完之后 再干我自己的事也行 其实这是不够的 但是至少比 漠不关心 充耳不伦要强的锅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谢谢你 谢谢你 但我发现了 咱们 头 无所授 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计划